今天和大家一起录制一段我如何恢复 用这个Hyper Backup恢复我的黑群灰里面的信息的 这台黑群灰是我重新装了硬盘重新重做的 之前是把它备份过 正常情况下在这个Hyper Backup里面是看不到 在这Hyper Backup里面是应该有一个备份的向导 它会引导你去把它备份到另外一台群灰里 我现在已经准备好了另外一台群灰 这台群灰的IP地址是无法结尾的 然后这个位置是一个还原 我们通过这个位置可以把数据进行还原 点一下数据 这里面写着无还原的备份任务 因为我们还没有建立备份任务 但是这一下右下角有一个从已有的储存库还原 我们要点这个 然后选择远程的NASA设备 然后选择下一步 输入服务器的IP地址 然后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然后选择共享的文件夹 选择目录 然后选择下一步 可以看到这里面它就会自动搜索 另外一个NASA里面的备份的信息 这是我曾经备份的信息 它同时提示了覆盖有冲突的设置 然后是这个时候它会停止所有的这台NASA上的服务 然后把远程的那个NASA所有的设置 还有所有的应用程序的一些结果都转到这台电脑上 所以这个功能是非常实用的 我们在重新建立新的群货系统的时候 最好把原有的系统中重要的数据进行备份 然后再进行应用程序的还原 我这个全程是没有加速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这个加载的速度 这会儿有点慢 我的家庭网络是一个千兆的网络 两台NASA之间是通过交换机用网线连的 这个备份的系统还是我觉得还是挺理想的 它可以完整的备份你黑群昏中的内容 现在还在加载中 我是不是要是不是卡在这里了 我也不清楚 这个新的NASA是我在网上买了 三块的SaaS盘 这四块SaaS盘组的一个RAID5 有可能是因为它现在在储存这块 还是正在进行数据一致性的检查 可能会影响整个系统的性能 可能是这个原因吧 这四块SaaS盘非常的爽 这个每一个都是3T的 一块是160块钱 加了一个160块钱左右的一个SaaS的扩展卡 然后通过ESI这个虚拟机 直通到我的虚拟机上的黑群昏系统中 我觉得它好像是真的卡死在这里了 不管了 我可能要暂停 今天视频就到这 但是大概的这个程序就是这样 记录一下 让大家参考 谢谢 好 经过一小段等待以后呢 系统就进入到这个状态 看到它有一些还原的进程 正在还原设置应用程序限制 可能它慢慢的就会把你的共享的程序 这个配置还是很快的 共享文件夹 因为我备份的文件夹中 还是有大概200多G的数据 看大概是200多G的数据 然后它应该是在慢慢的下载 并拷贝到我的这个新的NASA上 因为我都是千兆的网卡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网速 一般情况下能维持到 七八十的这个 这个每照币的这个速度上